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3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原始点医学 张医师要把最新修订的版本再讲一遍 那我们今天就请张医师开始讲原始点医学 今天来谈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还有如果谈完还有时间 我们再进一步谈疾病衰老 那这一次讲的内容 其实跟各位现在手上拿的书 事实上已经修改蛮多了 那为什么会修改呢 这个第一个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再来经过沉淀之后 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还有就是有人提出像一些示意图 他觉得里面内容还不够完善 我看了也有同感 所以从这样一开始 既然原始点医学 这里还不够完善 我相信其他的各篇 也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从过年之后就开始一路修 修到现在也差不多将近两三个月了 那大致已经差不多修改完 所以今天不管是原始点医学的示意图 或是疾病已衰老 我相信整个内容应该都会比之前完善 那各位如果有书本的人 那如果能够对照的看 甚至把最新的资料 在你们的书本上也修改一下 再来读 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谈原始点医学 一 理论篇 一 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 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 及防治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按推 热源 使到运动充分休息 疗好心态为源 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症状 用上述支援 从因处理 就可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增售的目的 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辱保健 至于生气 压力 外伤等源 则会促使 因伤果生 我们先来看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 我个人感觉 画得很好 重点都有画出来 那我们原始点的理论 当然就是因缘果 那这个因缘果 也是实际上是从 按推与热源 这一部分一路做出来 然后最后才把理论 这些理论 为了使大家容易明白 才加进去 那用因缘果理论来谈 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因缘果 一般我们生活上都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果 一定要有因 而我们在处理疾病 也常常说 要找出疾病之因 那从这一句话 就可以看出 那什么是果 当然就是疾病是果 那什么是疾病之因 那这个部分 在中医或西医 大家在探讨的因 就不一样 那这一部分 原始点就产生了 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因为他是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从果来看 医学大部分 一开始我们就讲 医学要解决的是什么 是疾病 那疾病 但是问题 原始点认为 其实从生命的角度 来探讨的时候 就不止只有疾病 我们知道 从你一生下来 有了这个生命体之后 他就随时在开始产生变化 那随着年纪越大 当然变老是不在话下 但更重要的 这中间过程中 还有一个就是会产生疾病 那既然有这两种的变化 那你只谈疾病是不可以的 在原始点的角度看 一定要把老也顺便讲 因为 所以我们到最后会讲 为什么可以抗老征兽 那在中医也有谈养生 就代表 这个老是可以防治的 可以预防的 那疾病当然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生老病史中 这个过程中 最让人家难受的 不外就是疾病 疾病真的很折磨人 好 那老跟病竟然是不可避免的 那这个就是属果 反正你看得到的一切的变化 通属果 看得到了 那这一部分就要谈到 这个果在老跟病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从身体的外表观察 就可以观察出来 但问题现在这个果 因为各种 尤其西医 应该直接说 就是西医 他们用仪器来检查 我们是从眼睛看体表的 身体的种种变化 就可以看出老跟病 那同样仪器看到体内的 你想一个生命体里面 你除了老跟病之外 你还能看到什么 其实没有 就还是老跟病而已 那仪器也是看到体内的老跟病 那这一部分我们在疾病以衰老会再进一步详述 也就是西医在这一部分 他们把检测出来的 不管是异常或组织受损 这里我们都有提到 这个原先里面也有谈到异常 那异常指数啦 或是异常形态 那在我们看法 这个跟疾病是不相干的 因为疾病一定要有症状 但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 它不是 它没有既非症也非重 所以就像我们白头发 脸皮重 它也不是症也不是重 所以我们把它回到衰老 那同样体表有老跟病 体内当然也有 可是西医反正他们检测出来的 都称为异常都是称为病 那我们这里一开头 虽然都是果 老跟病都是果 但我认为有必要 在这里就要把它区分了 那简单的讲 从这一开始 大家在看原始的医学 看似很简单 但一开始 就从生命的角度 已经在探讨 我们从有了这个生命体 然后会有出现的老跟病 就一路在开始探讨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 不管你学问多高 或是学士有多丰富 你如果对生命 连你自己生命的种种变化 都不了解 那往外追求的这些知识 我认为 好像是身外之物 你一旦身体产生了问题 你不一定能够维护得好 所以要把道理讲清楚 我觉得原始点的偏排 也有人很多建议说 为什么医学不放在最上面 那把老跟病放在最上面呢 因为原始点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老跟病 你一定要看到老跟病 才会慢慢产生医学 所以医学是后来才产生的 绝对不是说 先有了医学 然后人才开始变老 开始生病 然后开始走向死 绝对不是 那这样的图表 我认为反而合乎我们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火推阴 然后从阴 它为什么会造成 怎么来治疗 这个就是善言恶言 那有了这个 再来改善我们的阴 如果你不照这么做 如果有一些恶言 比如生气压力 甚至外伤 这些就会造成疾病 所以整个的排 这个图表的排列 第一个就凸显出老跟病 那表示原始点要解决的 不外就是这个吧 所以一开始 我们虽然说医学的目的 是为解决疾病 但因为老跟病 它的因都是一样 都是有什么产生的呢 就是如果你们看这个表 很明确的 它就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既然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会造成疾病 也会造成衰老 所以当你只要掌握这个大原则 从因改善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你不只可以达到 预防疾病的衰老 还可以增加寿命 也是可以达到的 包括西医现在仪器检查出来的 这些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也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当你在解决疾病的 正与状的同时 事实上你也照这个思路去做 你也可以达到防治疾病 不只防治疾病 还可以抗劳征受 达到预防疾病 也就达到自卫病 那这个因是原始点 不是写出来的 它是做出来的 一路上以来 从原始点 就是点点滴滴开始摸索出来 从人体开始摸索 那慢慢找出身体的压痛点 然后把压痛点慢慢归类到 原来身体 这些压痛点大部分出现的 都是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那这样才会有按推原始痛点 然后解除体伤的一套理论 然后发现按推还不足以解决病 还要热源的补充 所以这个就强调 外内热源的重要 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 如果补充够了 那这个热能是一个推动力 可以推动我们组织器官 正常运作 然后如果能够正常运作 它就可以进一步修复我们的体伤 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这个热能非常重要 在我写疾病之音 虽然体伤及热能不足 中间那个箭头是互为影响的 也就是你热能如果不足 不能够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所以热能如果够了 热能够就可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要不然你组织器官 你怎么运作 就像我们说死人 死人你去解剖的时候 还是有组织器官都在啊 但他就是死人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热能 没有一个动力去推动他 所以原始点医学是人性化 他一定是就这个生命体的种种扑动来表现 这个也是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 西医在谈医学的时候 他们常常比较着重在解剖 也就是身体的一些结构 不管是组织器官啊 他们的位置都画得很正确 但他们扫掉了这个热能 那这个热能又是阴中之阴啊 他会影响体伤 如果你推动不够就好像电力不够 那电力电压不稳定 有时候电脑也会当机啊 这些种种问题就会出 那同样的热能不足 也会使我们身体当机啊 就会产生一些症状出来 所以热能不足会影响体伤 同样的你有体伤 身体本来就会自己 去推动组织器官去自我修复 但因为体伤严重 你要消耗的热能就多 所以也会造成热能不足 所以体伤跟热能不足 是彼此互为影响 所以从这个表 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箭头 就是红线就在谈这一个 两个体伤跟热能不足 是互为影响的 那这两个 因为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才使我们身体产生变化 什么变化呢 当然就是往怀的变化 那他的走向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疾病 不预防疾病 甚至达到抗老征兽 那你一定要从阴下属 就是让我们的体伤改善 那什么叫体伤 我们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就是组织器官运作 失调的一个状态 那有时候他热能 还不是重点 有时候他体力还很好的时候 你只要有时候靠按推 体伤就解决 但一般有体伤 因为他会消耗热能 所以我们一定 除了按推以外 还要再加强补充 那外内热源 严重一点 当然是外内热源 轻微的 有时候外热源就可以了 那这个这样做 照这样的思路 我说过 上面的果 因为因变则果转 那上面的果就可以产生改变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你要改变你疾病之因 或衰老的原因 那你要改善体质 那体质就是体伤热能不足 怎么做到呢 下面就是盐 那我们当然要用好的盐 比如你有体伤 那我们就要靠按推 这个按推来解除 那按推它有分 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 这一部分后面也会提到 那这一部分如果按推得到 体伤是可以改善 但如果算比较重病 或热能比较严重不足 那这个外内热源 甚至都要加进去 甚至还要补充什么 配合生活上的运动 休息 良好心态 这部分要很完善的 整个配合 也就是按推它只是一个 算是医疗 但是如果你加上日常的一些生活 包括外内热源 还有我刚刚讲的 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这种种都是属于保健 那我们就分出来 原来要改善疾病之因 一定要靠医疗与保健 医疗就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 就是按推 那如果以中医 就是针刺穴位 那这个原始点 这个图跟中医比较类似 他们治疗方法 有一针二灸三用药 比如针刺穴位 那就是像按推 按推原始痛点 一样的道理 就可以解除体伤 那另外的灸跟药 他们也是一个热源 那既然热源 那就是属于保健 所以这样图来看 原始点它既有医疗 也有保健 那中医也有这一部分 那因为西医方面 他们比较强调 就是快速治病 甚至他们检查出来的 不只他们谈要解决症状疾病 他们更在乎的是 仪器检测出来的影像 里面他们把这些检查出来的 他们都当作病 即便是老也当成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不需要考虑到热能不足 也就是不需要改善体质 他们认为他们就有办法 那这个后面医疗与保健会题 我就暂时点到这样 好 那原始点医学 这样一路探讨下来 从老跟病 再来看疾病之因 然后一路从按推开始找答案 还有外内热源 一路这样从下面做上来 那原始点就开始有一个 慢慢形成一个概念 原来我们临床上要治病 那治病的方式 一定还有医疗 还要有保健 才能达到改善疾病之因 才能做到最后因变果转 让疾病也可以得到适当的防治 还有衰老这一部分 也可以达到延返衰老 然后生命也可以增长 所以就这个医学就慢慢这样形成了 那再来当然一个医学 除了这些治疗的方面 更重要你治疗还要有一个 遵循的法则 那在原始点的看法就是 这一部分原始点就是诊断 那西医是靠仪器 那原始点是靠 就是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那在中医就是望文问切 望文问切跟原始点观察症状 也有一起同工之妙 但实际在应用上是 还是差异蛮多的 比如说望文 望看你的脸色 看你的种种变化 当然这个也是原始点谈的观察部分 然后还有跟患者的对话种种 那这个也是属于观察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在看原始点的书 一开始就是观察症状 那观察难道都不问不 不询问病人的种种情况吗 或听听病人怎么叙述吗 其实观察如果你们去看它的解释 找词典来看 其实观察它其实包括 这些听闻 还有逻辑的思考 这些都是属于观察的一部分 所以观察本身它已经涵盖了这些 所以我才说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原始点 其实跟中医的望文问 其实是有一起同工之妙 然后他们的切是把脉 那把脉就是看它的脉 跳得快慢 然后有力无力 浮忠诚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这个就比较细 然后脉相有 有些说29脉左右 那太多脉 你短时间要把出来还真不容易 所以到最后就会有 你去看中医 就会有他们每个医师最后的诊断 虽然都是把脉 但讲出来的话不一定一样 这个我讲的是 因为我自己也当医师过 我是有评有据的 我就简单的讲一个故事吧 就是一个我也不要说 因为中医的派别蛮多的 其中有一派 他们在叙述他们的创始人的时候 我说他为了 就是把这个 他们的派别做得很好 然后他的弟子要跟他学 所以他光他的弟子跟他学把脉 结果他们说 一定要把到跟老师一样 然后在诊断的证明 写出来的时候 判断方面也都一致 竟然他花了好几年 所以把脉不容易 我这样讲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把脉为什么你一个病人 去不同的诊所 结果经过把脉 很多医师讲出来的话都不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跟患者讲 你就当参考就好 把脉它只是一个快慢 可能可以把出一些体质的讯息 但要完全知道很难的 我以前在当中医师的时候 我也曾经遇过患者 然后一来就手放在桌上说 张医师你帮我把脉 然后我不先讲 你说说看我是得什么病 然后你在开药 我稍微思考一下 我说好这是你说的 那我们就都不讲话 你既然以为我那么厉害 好那我就做给你看 我都不讲 那你手放上来 然后我把完脉 我开药了我也不问你 然后我就写了 患者说这样不行不行 那你还是要跟我讲 那为什么要开这样药 那我说那既然你 你要我讲 要我问 要听你的 那你就不要为难我 所以其实患者 虽然一直预期医师 可能他的功力很不错 可以做到这样 但真正医师要这样做 他也没有信心 他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参考就好 那原始点这一部分 如果说万文文切 切在原始点就是 也是靠手啊 但原始点不是去拔脉 而是直接怎么样 从原始点的位置找出压痛点 也就是体伤的位置 那体伤就是疾病之因啊 上面有写啊 所以你就直接从疾病之因下手 所以原始点为什么 他的诊断跟治疗 是一不是二 他根本就是诊疗合一嘛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把诊断与治疗才这样分开 事实上在原始点的概念里面 其实诊断跟治疗 其实是不可划分的 但是在所有的医学 现有的医学都是划分的 比如说中医经过万文文切之后 他看完诊之后 然后再来运行他的一些逻辑判断 然后最后感觉你是什么体质 应该开什么药 最后他才会开药 那西医当然就要看一些影片啊 照出来的影片或是数据啊 然后做最后的判断啊 再来做最后的治疗方案 好 那这样说来 他们的诊断跟治疗 是合在一起还是分开的 当然是分开的 所以尤其西医更加明显 有时候光一身体健康检查 就要好几天 那好几天之后 你检查完了 他把报告给你说 下一次你再来医院 那我们会帮你身体调理 那你看 这就更明显 诊断跟治疗 是分开的 那原始点因为一路是做出来 所以 他根本就是一不是二 在按推的过程中 也就是在诊断 按推本身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他已经完全合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原始点 在谈原始点医学的特色的时候 都会有提到 那这个示意图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示意图里面 也约列可以看出 哇 原来这个示意图 是以原始点的角度来写的 那不管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大致也要照这样 要不然早期啊 我有时候会问一些西医的朋友 我说什么叫医学 因为中医也称为医学 西医也称为医学 这到底医学最主要是怎么样 你要叫西医讲 他们未必讲得出来 你别以为他们是专业 一定讲得出来 而不一定 但因为西医为什么讲不出来 从这个表很清楚 即便他讲得出来 也应该是不完善的 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西医少了一条腿 也就在治疗上 他少了保健这一条腿 因为你保健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 身体的变化 有疾病嘛 也有衰老 那如果这样 你要预防疾病或抗老征兽 这一部分不靠保健是不行的 所以在治疗上 反而我认为从这个角度 中医是比较完善 他在医疗与保健 整个医学架构是比较完善 那在西医好像就不强调保健 他们就强调医疗 这也造成西医现在 因为是主流医学嘛 大家也清楚 然后很多法令规章 都有西医专业人士来订定的 那这样的订定自然就有偏差 所以他们一再强调 你不能谈治病的 你谈治病就是医疗 这个就有偏颇了 你谈治病就有医疗 其实治病 它有分医疗跟保健 所以他们都太强调医疗 所以他不准你谈医疗 就是侵犯了他们的专业 你谈医疗 就可能有医师法的问题 事后 那如果你谈保健 比如我是这个是养生健康食品 好 这个西医就不会管理了 因为他们不管你保健这一款 但保健能不能治病 保健可以啊 中医已经讲得很清楚 中医的治疗方法 一针二丘三用药 我刚刚已经提了 针就是针治协会就是医疗 那丘跟药就是一个热源 热源就是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加速修复体伤 也就是让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来达到自我修复 所以它当然是治疗的一部分 那但这里西医是没有保健的 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医疗 所以从这个原始点示意图 已经可以看出医学的整个面貌 你医学不是就是要解决疾病吗 那在中医不就是要解决老跟病吗 怎么只有疾病而已 那要不然中医的养生 又是从而而来的 那这样就可以看清楚 原来中医比较 也是算是比较在生命 探讨生命的整个变化 格局比较宽阔 那西医因为把所有检查出来的 不管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都当成疾病 所以这也很麻烦的 只要去给西医看 病人越来越多 你医学越进步 病人就越多 病名也越多 这为什么 因为他们老病不分 直接什么来的 只要检查出来 跟你之前不一样的 医疑之前的正常现象 他就认为 这些异常通通是病 这个或是疾病之音 后面也会提到 好 那这个自然他们的谈法 在西医的谈法 眼中仪器检查出来的 就只有疾病而已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 其实身体的变化 其实这个除了疾病以外 还有老的变化 不能老跟病混淆着谈 那这样 所有人很容易都 本来自己都不觉得有病 因为我没有症状 我是健康的人 结果去西医检查 竟然我是病人 而且甚至一检查 就是癌末 然后我也没有症状 体力也好得不得了 结果已经被判死刑 这种医学 像这种荒谬的事 其实是时常发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从这个表 其实已经透露的 医学里面 其实真正完善的 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命体 而这个生命体 是要看生命的整个表现 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 而不是医学 发展自己一套的理论 然后把身体的所有问题 再套进他的理论里面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病人当然就不知道 我到底是健康的 还是生病的 自己不知道 一定要生 因为你没有症 没有症 在古代的时候 你是可以知道 我有没有疾病 因为医学是后来才发生的 不是先有医学才有病的 这个是邏輯不通的 那有了病人 为什么病人知道自己生病 一定他自己先知道 不是医师先知道 那病人知道 他才会去找医师 那病人怎么知道 因为有症跟症 后面我们会提到 但是西医很可惜的 以前的人知道 我自己病 现在的人 反而自己 有没有病 都要再去找西医 确定一下 为什么 西医说以他们的仪器检测 检测 检查出来的结果 作为最后的标准 那这个是真的有问题啊 因为他们通通认为是病 所以这个也是从原始点的示意图 其实或是生命的角度来看 这个医学有没有走偏 你可以从这一个表 应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所以这个表 我们来谈因缘果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也就是你不管 为了这个健康 或了解自己的生命的种种变化 那这个表 应该是对你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那我们进一步来解释里面的文字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好 那所以从这个表 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医学 你要广泛的谈 那医学一定要有理论 那临床 这两部分 好 那理论 我就不谈太多 因为西医那些书或中医的书 写的理论都特别的多 你要搞清楚 很难 可能搞 搞一二十年 都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 所以理论 看看就好 听听就好 最重要的是临床 你能不能做出来 做出来 才是最有用的 那原始点恰恰在这一方面 恰恰整个的发展 就是一路是做出来 理论是后来 为了把它说清楚 才加进去 所以它的理论就不多 那原始点的理论 一定是说到就能做到 是跟理 是结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理论 像中医的什么阴阳五行 经络 我们都不再去提这些比较复杂 那西医的部分更不用提了 那个太复杂 好 那临床所有的医学 一定有包括诊断跟治疗 那原始点我刚刚讲 他的诊断跟治疗常常是合着 已经根本是合在一起 你观察症状的时候 你心里就有知道怎么治疗 学过原始点的人都知道 他看你疾病是轻还是重 比如有没有体力虚弱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是重病 你就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服 那轻重症就先按推 再热源 那这个部分原始点是 从一看到症状 就已经知道怎么治疗 所以他本来就是诊断跟治疗 很难切割 但我刚刚讲的 西医跟中医 还是他们是可以切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这样来谈 诊断跟治疗 那诊断的部分 西医是靠仪器 中医跟原始点是观察症状 大概是这样的分法 那治疗部分我刚刚已经提了 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所以他们不谈改善体质 他们一直强调 他们的西药或手术 这一部分的种种 好像疗效 很好 他们一直强调的是医疗 这个疗效 好 那原始点跟中医比较 更重视的是体质的改善 那不管怎么说 医疗跟保健 如果用得适当 就能解决我们的疾病 那原始点还有一点 跟他们不一样 除了诊断跟治疗 是不可切割 事实上 那个医疗与保健 他是病用 不可能说只有按推 那就不 不给他歪热眼 原始点没有这样 如果轻重症还是要给他歪热眼 即便你是没有病 要达到自卫病 自卫病就是表示这个人 体力是正常 热能也够啊 也没有不足啊 所以才是正常人嘛 那即便是这样的人 你当你按到体伤 那有了这个体伤 他就有可能产生疾病 那按推的过程 按完之后 你还是要加热源 也就是医疗跟保健 不从自卫病或治疑病 其实做法都是一样 都一定是医疗与保健并用 那这一部分 中医不一定并用 他们有些你去看诊所 你进去看 他帮你把卖 把完卖就开药 你拿了药 有时候就人就走 他也不一定会帮你 针跟灸 不一定 所以未必并用 那当然也有人 比较少 又帮你开药 又帮你针 又帮你灸 但如果以现在我们台湾 那个健保制度 你一个诊所看一个病人 既要开药 又要针又要揪 他发不来 那个时间很漫长 所以一般诊所是不这么做 但事实上解决疾病 是一定要医疗跟保健并用 这是我的题外话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这就是原始点的理论 一般医学大部分都集中在谈疾病 但原始点恰恰认为 它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身体的变化 既有老又有病 而他们的源头 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 你要把老跟病的由来谈清楚 它是怎么造成 还有怎么预防它 让它不至于发生 那万一发生了 怎么治疗 那你就是必须要把疾病跟衰老 说清楚 讲明白 那我们这里就提了 为了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那我们先设定疾病跟衰老 就是属于果 看得到的都是果 那我刚刚已经讲 体伤跟热能不足为因 那至于按推热源 适当运动 聪明休息 良好心态 这个就叫盐 也就是用这些盐 盐就是因素也好 是一个因素 或是一个方法 用这些上述的这些方法 来改善我们体质 那这个叫做盐 同样盐也有分 善盐跟恶盐 后面我们会讲到 如果恶盐 比如说压力 劳累 甚至外伤 这些都会让我们体质产生变化 变坏的部分 那就会导致疾病 好 那这些 现在提的这些方法 都是属于治疗方法 都是为了改善体质 来达到解决老病的问题 好 那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 我们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原始点是透过观察症状 然后观察出来之后 他马上心里就有一个 知道 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马上心里就浮现了 那就会用上述之言 也就按推热源 这部分就开始应用 到底是要先按 还是要用先热源温敷呢 马上心里就有数 好 那从这一部分 从因下手 就是从体相及热能不足下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我刚刚讲 第一个预防疾病 第二个治疗疾病 所以我把它写在一起 叫防治疾病 好 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也可以治疗疾病 然后又可以达到怎么样 连缓衰老 增加寿命 原始点 那这样一看就知道 原始点就是解决生命 生命的种种变化 包括老病 那你增加寿命 就是死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生老病 其实他都管道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话 好 这里就把医学稍微做一个 简单再说一下 那因为原始点观察症状 观察 是不是一定要观察症状 还不一定 观察本身就是一个诊断 我刚刚已经讲观察不是只有看而已 他还有听 还有问 甚至手在动 把脉 这个都是属于观察的一部分 好 那观察就本身是诊断 或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老跟病的变化 那也是诊断 好 那按推属医疗 当然中医就是正式些位属医疗了 那其治疗方法 原始点是指外力热源 还有运动 适当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那中医部分就是揪跟药 这一部分属于保健 那质疑什么炎 会让我们体质破坏 然后破坏了之后 才慢慢走向衰老跟疾病呢 好 这里就有提了 比如随便举的啦 这是不一定 生气压力啊 或是你劳累过度啊 然后熬夜啊 这些都会造成 它会造成怎么样 你消耗太多热能 那外伤直接就造成体伤 那你消耗热能 你推动组织运转就不顺畅了 不顺畅就慢慢形成体伤了 所以自然就会导致老跟病 衰老得很快 我也看过有人 他突然间就是吃了一些寒凉 他整个年变得很老 以前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那为什么 他没有病啊 他没有症状 但是整个年看起来 本来是二三十岁的 一看起来就好像六七十岁的 整个年都变皱起来了 这个短时间呢 很难想象 我曾经看到这样的报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 重演起点是可以讲得清楚 因为你阴伤啊 果身果不只是疾病 连老化也会变得很快速 像我早期啊 为了我太太生病 一有压力 然后日夜 日夜不断地去思考 想一直想解决这些问题 结果几个月内 我的头发 本来是黑的 在 在差不多四十岁出头 我这整个头发 突然间 很多白发就冒出来了 那白发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头部体伤 那体伤现在来看 造成这些果的变化 所以体伤不一定只有产生疾病 它也会让我们老化加速 所以当你把这些因解决了 不就是老跟病也解决了吗 所以我们前面原始点在谈 就是它不是为了治疗老 因为既然成为医学 就主要是为了解决疾病 但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疾病跟衰老原来都是同一个源头的 它的因都是一样的 那你这样解决不就是把所有的问题 也一并解决了吗 好 这是我们原始点医学的部分 我就照我的一些概念想法 把这个图表还有这些文字 做了这样的解释 好 这一边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今天讲最新修订版本的原始点医学 那我们接着就放三个经典的案例 好 我们现在开始放三个案例 植物人案例 我这次讲述一下 我妈妈怎样指点手法来帮助她的过程 植物人案例 在2012年5月初 我妈妈在浴室里跌倒 经过医生电脑掃磨之后 发现了她脑继了很多语言要做手术 但我妈妈因为年纪大不想做 但两天后她就昏迷了 我妈妈在床上做植物人 那医生说她 她真的昏迷了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拔了一些盒子 让她自己走 第二个选择 插着营养喉和氧气 在床上做植物人 过她一生 我不忍生见到我妈妈在床上做植物人 很幸好有人介绍我去扣金山推广站 找到情经理教我怎样做手法帮我妈妈 情点田丝去我妈妈疗养院 帮我妈妈做头部儿子 然后她跟我说 你妈妈有了救 因为她做的时候 她看到我妈妈的眼睛有动度 还有眼皮可以动 她做了三叮叮我 要我帮妈妈按推 还有温敷 我不断地跟她做 即第三天之后 她醒了 还有可以认得我来的家人 我是谁 你家伯母叫我 我是谁 这样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 继续帮她做原始点的前身 她慢慢好回 医生复诊的时候 她觉得很惊讶 我妈妈竟然可以康复 可以坐回原始点 可以饮食 党管癌案例 党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日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日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 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江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道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为他服务 一年多的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挺好的 对 最重要是运动 运动很精华 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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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我来了原始点帮我治疗 我现在呢 这几年都没有复发得很好 我好多谢原始点 对我的意料 我多谢 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情况 我跟他说 绝对会好 为什么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我跟他说会好 他也有信心 对不对啊 这最要紧 同时我也跟他讲过 将来 会不会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碰到 表皮硬崩 可能会碰到表皮亏裂 你也可能会痒 你也可能会肿 你也可能会糖水 因为事前 我已经给他打过防御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江泥 腿上敷了他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没有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 八九点钟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 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爸在渡江 他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有灼热了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疯了很紧 有灼热 又亏裂 糖水 糖水的时候 他那个cuching top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那水躺了 都湿答答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那水都把鞋子里面都躺濕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没有这个经验 哎呦 真的我不敢做 对不对 我们一没有信心 没有经验 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了 可以这么说 这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 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个月 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种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呢 我说这很好 好现象 我还记得一点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是全发胃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今天我要看到他背 又好多了 背部第一天 一个月后 这些都是恢复现象 他现在自己的感觉 有精神 有力气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最奇妙的就是 大概第三个礼拜 我原来有的流皮痫 都正常了 我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十多年来 什么都试过了 中医 西医 一个月的变化比对 一个月前 一个月后 原始点 大概三个礼拜 就有这种效果 我觉得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啊 在绝望中找到希望 就是原始点 因为我绝望好久好久 而且 陈太太 陈经理和这些志工 真是很有爱心 很有耐心 他们对这种事 让人感动 我要继续努力 好 哇 都平了 你看 对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 很感动 谢谢 看了这个案例 相不相远 应该是什么意思 对 真的 真的让绝望者看到希望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好 那我们放完这三个案例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最新修订版本的疾病与衰老